第3隻眼睛大理看世界 英國靈媒諾格仙尼·弗尼雅爾說 他在幾年前就已經預見到 冠狀病毒肆虐和人人都戴口罩的景象 現在弗尼雅爾又對未來發出了新的警告 他預言了未來幾年可能發生的大事 其中包括了這波疫情的後續發展 據英國《每日鏡報》的報導 弗尼雅爾住在登文郡 現在35歲 是兩個孩子的媽媽 2018年當他看一名醫護人員算命時 他就看到這一名醫護人員的工作 將會有很大的改變 他看到每一個人都戴著口罩 還有很混亂的場景 他原本以為將會發生恐怖襲擊的事件 但是在2019年的1月份 他開始有一種害怕的感覺 他才知道即將出現大瘟疫 弗尼雅爾說 我看到一團黑魂吞沒了全世界 我開始為我的孩子和我將會死亡的事實感到恐慌 這個很可怕 弗尼雅爾提到 他後來看到有關中國爆發冠狀病毒的新聞 才知道自己之前看到每一個人都戴口罩 原來就是預示著疫情即將爆發 弗尼雅爾透露他一直都能看到未來的景象 在他27歲和丈夫離婚後 他就決定參加塔羅牌的訓練課程 藉此磨練自己的超自然能力 塔羅牌被稱為大自然的奧秘庫 它是西方古老的占卜工具 中世紀開始在歐洲流行起來 它的起源一直都是一個謎 塔羅牌是一種針對人、事、物 進行分析、預測和提供建議的工具 弗尼雅爾聲稱 當女人年屆30歲時 她們體內的能量中心默倫就會發生改變 對她來說 當她年滿30歲時 她能看到的景象變得非常清晰 後來她還開始幫人做命理諮詢 和解釋未來 而且在封城期間降低收費 希望盡可能幫助更多人 和解釋未來幾年 弗尼雅爾針對未來幾年的冠狀病毒疫情 英國政治、英國皇室和娛樂圈都做了一些預言 以下我們就列舉一部分 就冠狀病毒來說 弗尼雅爾說 這場瘟疫的影響相當深遠和長久 在未來幾年人類必須互相照顧 經濟就會變得比較不樂觀 因為後代子孫在未來的幾十年 都會被這場瘟疫衍生的債務前身 弗尼雅爾還警告說 要從這場瘟疫的影響中恢復 需要花費三十年的時間 弗尼雅爾說 首先在2022年或2023年的夏天前 我不會預定任何假期 自由肯定是會到來的 但不是我們想像這樣 至少在未來兩年仍然會有限制 我看到英國另一波冠狀病毒的疫情 在12月份到來 未來不會再被封鎖 但就會繼續受限制 以短期來說 弗尼雅爾說 看到今年8月的疫情會稍有緩和 弗尼雅爾還說 在接下來的幾年裡 人們都將會善待彼此和互相照顧 認為將會在很長一段時間內 為疫情付出代價 今年8月就是做事的最佳月份 天氣溫暖和小雨 一切都遠如新生 街上會有一種類似派對的氣氛 就英國政治來說 弗尼雅爾就看到一些驚人的發展 她預測說英國首相約翰遜 將不會贏得下一次的選舉 而下一屆的領導人將會是一位女性 弗尼雅爾說 我看到動盪不安 但是我亦看到新的政治人物暫露頭角 我看到一個新的政黨 由默默無民之中出現 直到現在 我們都不是很關注這個政黨 弗尼雅爾還說 我看到一個堅強的女人 下一屆的領導人 肯定是女性 除此之外 弗尼雅爾還看到英國皇室的發展 除了哈里和梅根 又會有多一個小孩之外 弗尼雅爾預測威廉 成為國皇的時間 比他預期的重要組 弗尼雅爾還說 我看到威廉和哈里之間經常競爭 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 他們的關係會逐漸修補 儘管這個可能需要十年的時間 最具爭議的就是弗尼雅爾認為 皇位將會直接傳給威廉 而不是給查理斯 弗尼雅爾就說 我不確定事態將會怎樣發展 但是我認為查理斯將會讓位給威廉 最後弗尼雅爾預測 我已經很長一段時間沒有看到另外一場大流行了 相反我認為英國將會發生洪水、颱風等天災 人們仍然可以改變未來 人們需要保持冷靜 未來並不是只有鴨棍和陰鬱 前面亦會有光明的日子 看完弗尼雅爾的預測 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 我們在無幾乎之前 跟大家介紹過英國另外一位靈媒通靈師 叫做傑西加亞當斯的占星師 傑西加因準確預測了2020年冠狀病毒大流行 而一舉成名 但是傑西加因預測到未來世界將會有恐怖的事情發生 所以他離開了英國 離開了繁華的都市 自己一個人搬到澳洲的塔斯馬里亞島人居 每天陪伴他的只有兩隻狗和一隻雞 傑西加曾在接受訪問時表示 他只不過是在災難前選擇了一個更安全的地方去生活 傑西加警告所有人都要保持高度的警惕 來應對未來的這場大災難 對於傑西加關於未來這場大災難的預測 他雖然不敢說出來 只是用了恐怖來形容 但是他到底看到什麼我們無法知道 我們只知道他看到的畫面已經讓他放棄一切 自己一個人逃到塔斯馬里亞島人居 傑西加還說 目前世界正處於一個非常時期 就類似第二次世界大戰 他說這個將會是一場非常徹底的革命 一切都會改變 根據傑西加的預測 冠狀病毒疫情將會在2026年結束 傑西加所預測的這個時間點 和劉伯溫的預言完全是重合的 比如劉伯溫悲記和劉伯溫推悲圖預言裡 曾提到2020年至2025年是人類的大劫期 人類到了2026年才算是完全走過大劫期 關於人類劫難的結束時間 黃白禪詩也預言了 他說剛到金蛇混已中 意思就是說到了2025年 月至蛇年 舊的人類文明終結 劫難結束 2026年人類將會步入全新的紀元 由這些預言裡我們都可以看得出 2020年至2025年是人類大劫難和大淘汰的時期 天降各種災難會有大量的人類在災難中被淘汰 2025年後2026年開始 平安度過大劫難的人類將會進入全新的文明 當然 預言都只不過是作為預警 正如阿南德所說 預言是為了讓我們為未來做好準備 我們需要積極地去看這些預言 這是非常重要的 有了提前的預言警示 其實災難或者都不是那麼可怕 神只看人心 所以禍福或者就在人的一年之間 在節目的最後我們一起來看看奧大利亞的塔斯瑪利亞島 看看這個這麼漂亮 號稱天然之洲 並且被譽為蘋果之島 同時也被稱為假日之洲 世界的心臟和奧大利亞版的紐西蘭 這裡擁有美妙絕倫的天然風景 被認為是全世界空氣最乾淨的地方 大家一起來看看這個這麼漂亮的島嶼 就是英國尖聲師傑西加 認為比較安全的地方 它目前就是隱居在這裡 好了 第三隻眼睛帶你看世界 感謝大家的觀看 今天的節目就和大家分享到這裡 更多精彩的內容請關注我們下一期的節目 感謝你的點讚、訂閱和分享我們的頻道 如果你有什麼感想歡迎向我們點評留言 感謝您的評論 感謝大家